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月25号早晨6时40分 专列带您游上饶 Y572次葛仙村号专列 从南昌站出发 500余名来自江西和福建等地的游客 走进上饶 开启周末度假二日游 专列上游客们三五成群 结伴出游 灿烂的笑容挂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上午10时12分 上饶高铁站 此次为迎接首发团游客到来 上饶市在上饶高铁站交通枢纽三楼平台 举行了首发团接站欢迎仪式 热烈的欢迎仪式后 500多名游客乘大巴车 前往江西四大名镇之一的 河口古镇 领略不一样的人文和自然资源 夜晚来到葛仙村 参加百人夜游活动 第二天 旅行团到达中华道教领保第一山的葛仙山 并乘坐了亚洲第一条直接驱动客运架空所道 葛仙山美景一览众山小 葛仙村这里还是非常适合度假休闲的 葛仙山这里也很凉快 很适合夏天和朋友和家人一起过来逛一逛看一看 那你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活动的话 你会还会跟朋友一起参与吗 可以啊 回去的话都会让朋友们都来体验一下 这个专列非常热闹 服务各方面也做得很周到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做这种专列 火车式的会更舒适一点 因为从南昌到上到路程也比较长 我们继续开小车也要三到四个小时 从今天上午这个活动情况看 我们这个游客的乐情还是比较高涨 这个活动的次序还是比较好 得到了广大市民的良好反应 为我们今后的旅游复苏 旅游经济的发展 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次活动吹响了百趟专列进上饶的号角 为全国跨城旅游恢复后的上饶旅游市场复苏 注入新动力 铁路加旅游的发展模式 将会给上饶旅游业的创新带来无限潜力 同时进一步提升上饶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让更多的人分享和推荐上饶的美景美食以及风情 在上柔三千山脚下的玉山县城 有一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 七里街景区 在景区里有一条历史文化老街 2015年充分挖掘玉山本地特色文化产业 饮食特色等资源 将这条古街打造成为一条 即观光旅游 特产美食 仿古建筑 艳雕文化语体的综合性旅游街 七里街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 东起玉山大桥 西指滨溪河下游 闻城镇的白龙宇 全长七华里 故称七里街 2015年以前 七里街还是一条狭窄破旧的断头街 如今五年过去了 这里却成为了玉山县最长 最繁华 最具特色的一条老街 书画 茶艺 酒房 走进七里街 一家家古朴的店铺 淋漓在街道两旁 在燕雕馆里 代表着玉山县深厚文化底蕴的 罗文宴 吸引着众人的目光 初期在玉山讲义里面 它也是晚年最经典一堂讲学 就是在我们玉山的华玉山 华玉书院 它当时就是留下一个志力名言 也是赞美我们玉山的罗院 就是盖色宴之家 玉山罗文宴是江西省传统手工艺品 质地细润 发墨如油 罗文石产于玉山县淮玉山之东 因宴室内的矿物呈定向排列 致使其纹理发育 犹如丝罗 顾名罗文石 用它制成的宴台 则称为罗文宴 我们罗文宴它目前的等级是 我们江西省的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首先我手上拿的这个宴台 它是一个学生宴 也是当时我们这边销量是最好的一款 然后这款学生宴 它是一个圆的造型 它里面是一个月牙齿 它这个是比较通用的 而且价格是比较适当 我们这款产品是围绕着 我们山青山的主题 巨蟒出山 来我们玉山旅游 当然离不开山青山的景色是吧 所以你看了山 还可以把我们山青山的风景一起带走 这个我们做这个罗文宴的创作用意 就是把本地的文化 本地的风景融为一体 那文化和旅游结合一体 那这是达到一个我们城市的名片 而玉山它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东西 近年来 玉山县大力实施城市量化美化工程 在七里街景区 大部分的建筑都进行了高品位量化 每当夜晚降临 来这里的休闲游玩的居民和游客 络绎不绝 我是童大妈 我们是这个清汤 店里面是我们是主权下来的 我们因为在这里是开了很长时间 几十年了 七里街开始我们就过来了 一直在这里坐 我们是多道手工磨出来的 磨出来因为我的清汤皮有较劲 路我们就是一点瘦路 大一点点路卷起来包起来 一个一个就是 清汤味道挺好吃 又便宜 吃点清汤的比较减肥 好睡觉什么的 手工打的比较好吃点 在外面吃的不习惯 就喜欢来童大妈来吃 像童大妈清汤的话 是我们从小的这种记忆中的味道 是我们玉山就是很有名的传统小吃 七里街曾经先后获得江西省美食名街 江西省风情旅游小镇 中国历史名街等荣誉称号 除了欣赏艳雕文化 品尝特色美食之外 在七里街里汇聚了玉山县各个乡镇的土特产 我们山京故事这个农产品的紫营店 我们里面也是汇集了 我们玉山县16个乡镇 非常有特色的这些农产品 这个是我们玉山县仙岩镇这边 它很有故事的一款糯米酒 它这个是由红白纸糯米清新酿制而成 这个倒出来的时候 这款酒满屋飘香 这是一款我们玉山特有的一个白玉豆 它这个的话 营养价值也非常高 它对这个种植的小环境和气候 会有一些要求 只是在我们玉山这附近的地方 它才会有生产 它这个豆子洁白如玉 然后吃起来软糯 然后很香也鲜 有游客跟我们说 如果说来我们玉山 都没有吃过我们玉山的白玉豆 就是没有来玉山哦 白天游客们可以游览三青山 玉玉山等著名景点 晚上可以来到山脚下的七里街 赏文宴平美食 购买土特产 享受玉山美好的夜生活 跑马观花是宜春百丰岭全力打造的景区品牌 同时也是景区的旅游亮点 在百丰岭 游客们不仅可以欣赏到骏马飞驰的骏马表演 还有和千米紫薇花长廊来一场邂逅 除此之外 景区里还有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 那就是周德青纪念馆 周德青纪念馆是为了纪念 的标准 同时也为近代普通话语音奠定了基础 那周德青呢 他是生长在高安市阳虚镇 然后长在北方 最后呢 又这个高老还乡 又回到这个高安市阳虚镇这个地方 也就是我们景区所在地 那他这个 为什么要建这样一个纪念馆来纪念他呢 因为周德青这个人呢 他的毕生所 最大的一个贡献 就是他写了一本这个叫中原音律 这个这本书 那这本中原音律这本书是什么 统一了这个北方啊 以北京地区 以北京为中心 方圆的这些画的语调啊 就是这本书统一下来的 他又被称之为我们 这个中国普通画的奠基者 最重要的是他在戏曲上 在这个圆曲上面 最重要的他是著作 在这个地方为这个圆曲啊 定了这个调 那也就是这个调 跟我们这个人讲话 也就是我们说南昌北调 南昌北调 关于调这个方面呢 就是因为他定了这个调以后 那后来解放之后 我们新中国决定什么 以北京这地区的这个官话 我们说作为普通话 2017年 周德青纪念馆 以明办的形式创建成功 为了让参观者 更好地了解这一历史 纪念馆内根据当时的历史事件 打造了一组还原历史的雕塑 我们后面呢 这边主要展示的是 这个当时 关于这个广运啊 当时广运的这本书 提出的这个很多观点 过于成就 过于腐败 所以当时我们周德青的先生呢 在这场争论大会上中 跟这个主要是以广运的 这本这个派别人呢 进行了争论 大家看到了这一位 这一个书生义气的 拿着这个书的 那就是我们的周德青 这个老先生 这一位呢 看起来有点着想的 他就是我们广运派别的 大家看到最后面一位 戴着这个官帽的 也就是我们当时的 这一个元代的 这个统治者 一个官员 最后呢 是由他定夺下来 中原英律 建成后的纪念馆 吸引了众多文人 艺术家 前来参观彩蜂 我们现在所看的 这个周德青纪念馆的 这一个管体 整个管的这个建筑呢 我们是 原先在这个地方呢 是没有的 我们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先拍照定位 然后一根一根拆下来后 运到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百布林景区 然后再给它组装起来 现在我们这一个纪念馆呢 它是属于一个 这个三进的徽派古建筑 我们在这里呢 不仅可以看到 周德青的这一个 生平事迹 以及他的这个 创作的这一个 诗词歌赋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这里来到 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为这个 我们的小孩子 到这边 不仅可以了解到 古代的这一个文化 而且可以了解到 这个关于我们的农业 农事农器具的 这方面的这个了解到 这个我们这个 这个建筑呢 其实有上百年的 一个历史的 作为一个古建筑 那我们觉得这个 古建筑再加上 我们这个古代文化的 这个契机 契合在一起 那我们觉得 对于这个 承载的古代的文化 是非常棒的一个载体 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 移接到这里 而且我们这个地方呢 风景也非常的好 除了在纪念馆里 感受传统的中华文化 打卡人文景观之外 百丰林景区游乐项目 不胜美举 是其旅游观光 休闲游乐 现代农业和科研科普 为一体的综合旅游胜地 记者了解到 景区内由军马厂 军营改造而成的 兵营民宿 不久后也将对外开放 接下来再让我们来 关注一组 全省各地的文旅资讯快报 为响应跨省团队旅游开放 积极拓展省外客源市场 近日由英潭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旅游局 主办的龙虎天下诀 2020英潭夏季旅游 线路推广会在杭州市举行 英潭向杭州市民 全方位展示了 龙虎天下诀的 文化旅游品牌与形象 以单山避水 为两地文化旅游合作 搭建乐游平台 现场谷越水街景区 花雨世界景区 中国写房红旗博览区景区 相继进行了专项精彩推介 并将经典线路 与大IP 网红打卡等趣味结合 打造暑期乐游新玩法 日前 江西雾园县水墨盛河景区 迎来江西宜春 近百人师生研学团 孩子们享受了一场穿越之旅 感受着古村落 古水口 古码头 古一道 等各个灰元素连线组成的 灰文化魅力 近年来 物源以行中去物 实践中学 学以致用为理念 把沿学旅行 作为新兴旅游业态培育 作为撬动 全域旅游新的增长级 小美食看美景 宣传江西旅游资源 传播江西旅游体验 以上就是今天江西旅游报道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手机江西台客户端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作为新兴旅游体下董徽培干 future 感谢观看